花蓮的央月美帝度假酒店 从15号开始一直到明年的1月5号 推出了为期22天 融合欧洲节庆与花蓮有机 在地特色的耶旦市集 更精心打造全台唯一的香草七感疗愈 沉浸式的体验三大主题灯区 包括了璀璨星光隧道灯海 香草迷宫光朗 以及缤纷圣诞树灯区等等 希望能够让大家度过一个难忘的夜旦假期 活动开幕是由杨烨美帝度假酒店董事长 隐纯丑临代表花蓮县县长许三位的 花蓮县县义书长张雨华 走进璀璨星光大道揭开序幕 接着由支持在地小农的广播名人 朱卫英带领着花蓮月能小农 在地文创艺术家 以及胜利幼儿园宋兆兆领带领小朋友们 携手走过沉浸式的体验 星光隧道灯海 我拥有一个最棒的圣诞节的一个前夕 然后我今天来到看到这些小龙来住到央月饭店 那个美帝 我感觉到人生真的很美好 所以大家一定要充满希望度过2020年 因为美帝住在酒店 也将欧洲必晚的华丽魅惑威尼斯的面具节的庆典带到现场 让游客变身为神秘又浪漫的欧洲绅士以及贵妇 营造欧洲庆典的欢迎气氛 董伞营从头表示 叶旦四级嘉年华会特别吸收六十户 月农协盟小农 规划以生态食欲的有机农产 小农所作季节限定农特产 农业创新的农产品 与花莲传统手工记忆的竹编等等文创商品 以供品牌行销花莲月农的小农故事 与在地文创艺术家探索游记乐阔的想念 我想我们央业美帝在疫情的这段时间 看到了很多好朋友来到花莲 他看到了一个花莲跟过去不一样的 这么美的风景 其实不一定要出国 就可以到我们花莲来度假 尤其我们央业美帝 央业美帝整个的规划是一个 七感疗愈的一个酒店 所以在里面所有的设施 就从养生跟健康出发 那在疫情的阶段 大家都特别重视养生健康 所以我们这个七感的疗愈酒店 也特别得到更多更多的 这些好朋友的青睐 所以我们的房间一直都是 让很多的客人在期待 而且可以说是爆满 那当然我们在整个 以有机香草 整个园区都是有机香草的概念 包括我们的餐厅所用的 都是有机的食材 这个养生健康也吸引了很多好的朋友 来到晚上就可以感受到 新光大的灵明亮 跟家人一同来这里感受到 圣诞节的节庆以及过年的气氛 那我们也很希望这些好朋友 来到我们央月 央月美地这个地方 能够一样可以享受到出国 跟这个不能回国的这些好朋友 在这里享受我们的所谓 欧风市集的嘉年华 也特别规划了一些 相亲日的特会活动 这些特会活动可以是让我们的乡亲 来到这里一起来共享 我们这样的一个新光大道也好 我们的嘉年华的小农市集也好 希望共同来支持我们所有的这些有机的小农 那这个所有的这些相亲日呢 都以最低特会的这样的一个优惠呢 来回馈我们的相亲 所以我们很希望我们的相亲有空 或者是有这个时间呢 可以到我们央月美地来品尝一下 我们的有机的小农的这些食材 一旦世界嘉年华 除了让游客体验欧洲年节欢乐的氛围 也是人与土地 食物供好与生活生态共享回归的地方 回归乡亲 让游客重温传统过节的四季 采买欢乐氛围 以人情味 特别在明年1月3号 1月4号 品生分争 优质开头 户籍涉及到花铃星的相亲 即可享受499元 入住央月美地度假酒店 豪华客房 并且享受盖亚极品鸡 火锅双能锅 三组同行 一组免费招待的餐饮优惠 还有机会以低摊环保女王 朱卫英 共同浪漫星光大道 合影留念 记得节奏 节奏 报道